我是中国海军军舰 你已接近 南海黄烟岛近日又爆发冲突 菲律宾指控中国海警船 15级16日危险操作 阻挡菲律宾政府船只 坦布洛特达图号 替菲律宾渔民进行补给 坦布洛特达图号 与中国海警船 速度发出无线电警告 护控对方侵入领海 中国海警船甚至四度横跃船手 停在航道阻挡飞船前进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痛批 任何船只都不应横跃 另一艘船的船手 这种危险行径恐导致相撞事件 此外菲律宾渔业 继水产资源局官员也谴责 中国渔民长期非法使用氢化物 刻意破坏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渔场 估计导致至少十亿批索 约五点六亿台币损失 岛屿争议让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在你新闻全部的报道